第一個的話呢 我們一樣先切到哪裡呢? 切到查詢名單 那如果我想知道說 到底這個email信箱有沒有在黑名單裡面出現的話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利用什麼? 剛剛用過的叫countif countif其實就兩個嘛 一個是range 指的黑名單 Criteria指那個email 有的話就1 沒有就0 不就ok了嗎? 等下向下填滿不就全部查完了? 應該可以理解吧 range的話第一個 切到黑名單 記得第一個就是說你要把整個範圍選起來 以前的選舉方法 點住向下8 但是有2萬多 那拉到什麼時候? 要不要過頭? 才1000多而已 所以不能用這種方法 什麼方法比較快呢? 兩個方法 第一個 先點選什麼? 點選A2 再按什麼? Ctrl Shift 向下 這個很重要 因為我發現很多人不會一直在那邊拉來拉去 我以為他在幹嘛? 你在幹嘛? 我在看選到了沒有啊 他跟我講話的過程他又過頭了 所以不用啦 Ctrl Shift 向下就好了嘛 對不對 像之前有一個新聞 一個老外 他就是為了要想要知道 Excel 的最下面一個儲存格是哪一列 他說他手按住 可以按一整天 他按了8個小時之後終於有答案喔 你說你幹嘛 Ctrl 向下不就ok了嗎? 對不對? 這樣也可以是一個新聞 這樣也可以是一個新聞 好 第一個啦 我們把它用 Ctrl 向下 因為工作表名稱加上這個 那 Criteria 指什麼? 指這個嗎? 前面這個 A2 意思就是說裡面有沒有 有的話呢? 回來就是1 沒有就是0 有沒有? 按確定 向下填滿 查完了嗎? 那可是查完之後的話呢? 當然也是幾秒鐘 不用1秒鐘吧? 一下子結果就算完了 然後你就怎麼樣? 再把那個什麼呢? 把1的留下來 把0的去掉 OK 不過我在講這個之前喔 像選取範圍喔 除了你可以用什麼? 用那個選取之外 我是建議 你可以用第二個方法 如果範圍比較大的話 我是建議你可以用第二個方法 就是說 把 A2 到最下面這個範圍 給他一個名稱 名稱叫什麼? 叫黑名單 所以你可以把黑名單這幾個字複製一下 再點選 A2 Ctrl Shift 向下 先定義個什麼? 定義個名稱 Ctrl Shift 向下 名稱的話呢? 記得喔 在他的那個 左上角有一個小小的文字方塊有沒有? 你就把名稱輸入上去按個Enter 那以後的話 這個範圍 他的名稱就叫做黑名單 那你要怎麼存取? 記得按F3 F3有沒有? 就是把黑名單給掉用出來 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查詢名單 剛剛的做法 也許就改一下 如果我不用選取的話 我先定義好對不對? 按F3 你會發現喔 F3 名稱幫你掉用出來了 所以以後如果你有幾個名稱 他會列在哪裡? 列在清單裡面 這個還蠻重要的 因為你以後只要是比較大的範圍 我都建議你可以先定義好名稱 然後呢 以後就用名稱的方式來代替啦 那這個用法 比較像資料庫的用法 很多那個 資料關聯式資料庫的用法 就是我把我要的東西把它關聯過來就可以了 甚至這個跟那個像什麼 後面會講的VILO函數啦 INDEX啦 INDEX啦 INDEX 其實都會用到名稱比較多 那他的好處什麼呢? 你直接給一個名稱 就簡單了 而且他的好處是 一目了然 另外也不用鎖定 為什麼? 因為他固定那個範圍 按確定 向下填滿 但結果會是一樣 第一個 所以 1 用什麼? 名稱 然後康義福 第二個的話呢 把 1 留下來 那 1 怎麼留下來? 游標放 B1 資料裡面有個什麼? 篩選 篩選按下去之後的話呢 這邊有個小箭頭 你把 0 打勾取消 留下 1 就好了 按個確定 這時候你會發現 你的東西查出來了 那你游標放 A2之後 Ctrl-Ship向下 Ctrl-C 切到查詢結果 A1 Ctrl-V 你的工作結束了 所以基本上 我大概用了 1 個 康義福 第二個 用什麼? 用篩選 這邊有個篩選 那第三個就是全選 把它貼過去 選那個 A2以下的吧 所以如果我希望把剛剛的動作 如果我要換了 因為每天都要查 一定每天都要查 那些是不是黑名單? 那如果我要更新的話 我可不可以把新的查詢名單更改過之後 有沒有什麼方式可以一鍵完成呢? 當然這裡面的話 方法蠻多的 也許你可以重新寫 要不然 如果沒有 idea的話 你乾脆用錄製集算了 所以錄製集1 你可以一樣 游標確定如果在查詢名單 那你可以從這邊出發 出發的話 第一個 你先1切到查詢名單 2的話 游標再放在B2 然後這個公式可以先不用刪掉 為什麼? 因為你知道什麼? 打勾 他就會幫你把它錄進去了 然後向下填滿之後 再篩選 再把資料複製 貼過去 停止錄製集 那不就變成一個按鈕了嗎? 對不對? 那你可以試一下 前面有講過 錄製集有時候可以產生有些程式你不會寫 但是你可以用錄製的方法 請貴先稍微把剛剛的這個結果先試做看看 做完之後的話 一樣 產生也許兩個按鈕吧 一個按鈕是清除 可以把它按下去清除 一個是我剛剛講的那個劇集 OK 試一下 來吧 好 OK OK OK